可是有人說 我喔 美人節你也要看電影 我也要看電影 叫我小儀 小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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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衝你也是美人 我跟你說 那衝比較會穿起來 是啦 是啦 說實在 因為你撩你那個 對 皮要開開 對 要開開 安公司說到這裡 像強項都不知道 對 好啦 來 要說什麼 我如果讓你搶 我覺得很益益 我已經帶破鏡去 只要你搶 你要說什麼 你看電影 你最接見到的 你知道電影要進場 都有幾集的公告嘛 幾乎都是政府的嘛 政府的你一定看到什麼 最近都看到天葬奧運 我愛看體育台嘛 體育台的公告有什麼最多 對 形狀奧運 這就大家也不騙一下 你知道嗎 高雄四孕 公告有什麼最多 他們說 垃圾車 不然 都高雄七大家要收垃圾 我們台北七是那個什麼 少女的祈禱 我們就要來 倒垃圾 快點快點拚本書 讓高雄七是說 好 冷冷酒 趕快來看思雲 都是陳菊自己 放上錄音 讓垃圾車對你走 人是這樣在宣傳 高雄七還沒人聽 想盡方法 因為沒錢嘛 錢又把你扣起來 預算空過又不要拔下去 想方設法 是八億給他砍掉兩億 沒有 這都立法院通過 結果體育的那個不要拔下去 現在代謝林說什麼 說你如果不來請款 變成高雄七不來請款 不是他不要拔下去的問題 有時候想想 雖然說過去了 但是我是覺得很多 是非屈指的問題 為什麼很 我作為 雖然我這幾年都在台北生活 我十八歲就來台北了 我住台北的時間比高雄更長 但是我的自我認同 就是高雄男 我對於整個高雄市的整個過程 高雄市的整個過程 去紅牛去 去打壓 我一直到現在還憤憤不平 高雄在崛起 你可以看見 高雄人現在都穿西裝了 如果不是高雄人都穿西裝 這一排只有你穿西裝 好久了 你們這樣 驕傲的高雄人 你講公視 轉播 市運的開幕典禮 從來沒有這麼高的收視率 收視率多少 從到3 3.7 公共電視從來沒這麼 開播到現在 從來沒這麼高收視率 這轉播我還可以講一點 其實剛開始 我跟大家報告 3.7大家都沒說多少 像我收視率算 很高 很高 我們讓自己歐路自己去 抱歉 不然這部今天是做得不錯 我們都做到差不多1.2 但是公視的轉播 1.2 我們是說幾十萬人看 3.2 你看4 3.7 你看多少人看 所以本來 我講實在話 另外那三台 衛來體育台 ESPN 什麼衛視體育台 本來沒興趣 本來沒興趣 對 我剛才就要說 對 ESPN也跟進轉播 ESPN跟進轉播 有線電視 他也做到0.75 只轉播會開幕式 他平常是零點幾年 零點零點幾年 通常 老實說 所以一開始是大家都沒有人要來播 因為這種國際賽會 最重要你要看這國際賽會 重不重要就是 轉播 賣出去有沒有轉播 剛開始的時候說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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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沒有人來 沒有人去投標 後來就是指定的 指定公事 對… 以前打開市的時候 古今來是投票 因為他公開招標 你電視轉播是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賽會的話 他就公開招標 結果沒有人 現在我看大家看 他眼光車 你看 沒有想到會這麼成功 因為票房本來 本來KOC預估總票房3千萬 到最後多少 6千幾萬 一百 一百 曾大哥你講一下城市的光榮感 我覺得一個城市 真的會因為一個活動而改變 你看像過去宜蘭的光榮來自哪裡 東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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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國際大學 大專院俏 現在都在藍瑜節 現在他們也有光榮 藍瑜節 你看過去講到高雄 大家想到什麼 愛河很吵 你看十幾年前真的是這樣 但是現在你看 我記得還有人跳下去 還抓到魚 說愛河乾淨了 那時候還有政治人物 我們這個高雄人問我最知道 我小時候 我讀國中讀七賢國中就在愛河邊 七賢國中 嚴懲國中也在愛河邊 我都讀過 國中讀四賢嘛 你到處都知道 對啊 你如果在那一代為人 叫我殺就知道 好 七賢嚴懲都在愛河邊 不要懷疑 不是死貓死狗就是死人 那個臭屋 顏色是黑的 你們高雄所有屍體都沒有在收 都偏在那裡 沒有啦 那主持人 跳河之殺都在那裡 我想說奇怪 怎麼去跳河 那水不清嘛 那水不清嘛 那水不清 都是爛泥 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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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十年都沒有人去診治 爛泥 對啊 絕對爛泥 而且你去 我們曾經都在河邊看 會有冒泡 那個泡不是說魚的泡 是因為早氣 早氣會冒泡 以前就是都是給原木 都是從高雄港 從印尼 從東南亞進口原木 然後拉拉拉拉拉到上游 就是現在差不多就是拉巴堆 那個地方去放 所以以前小時候 現在的整個這一次試運會的場館 那邊不是放原木的 就是一大片的田地 那叫拉巴堆 先叫拉巴堆 第一個 地勢地歪 拉巴 那個意思是 幾乎所有的路到那邊都停了 就路到那邊就沒有 都變成小溝小路 原來你說的是地名 我一直原來在講 你剛剛開場才在講 拉巴堆 是一個餐廳嗎 法國餐廳 拉巴堆 現在試運場館那個地方 叫做拉巴堆 拉巴堆你現在做高雄捷運 其實它那邊有一站 拉巴堆 拉巴堆這樣 那以前真的是很落後的地方 我小時候是去那邊遛狗 小學畢業 小學的時候 反正放學 然後就牽著狗 去那邊遛六六六 那一片就是一望無際的稻田 比較過就是左營 然後去那邊遛狗 去那邊玩 你很難想像說 經過了30年之後 高雄市現在最好的地方 就在拉巴堆 愛河邊以前是臭不可聞 晚上是幹嘛用的 現在是露天咖啡廳 以前晚上是 我現在是跟大家說 閒人無境 你如果再跳愛河是不會死 因為他就插不住了 要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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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要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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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以前有一些市場聊 有市場 流鷹 然後都是在愛河邊 你看一次多少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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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零用錢 然後不然就是 你這樣童真了 去用奪具了 你看看 那個看一下又不是失去童真 你看你不會 沒有 我跟你說 沒有啦 看了 好啦 你看了不會有感覺 過去現在已經整治好了 就對了 現在旁邊晚上是咖啡廳音樂 然後高雄 真的你就在那邊繞 還有另外運河 高雄另外其實在愛河旁邊 還有一條運河 以前也是臭不可聞 然後還曾經發生過 在吳敦義時代 曾經發過瓦斯爆炸 當場燒死人那個照片 都在那裡 我還記得中時晚報 那個時候我們在工作 就一個燒死人 手還舉這樣 然後就燒死在橋上 現在那個地方 也變成了腳踏車 也環繞的地方 水沒臭味 旁邊綠樹成蔭 我說實在 我今天訪不去 哪有很多照片 那中立協會 你剛才在日本 那是在高雄 就在高雄 以前最臭的運河邊 那真的就是在日本 我們回到說 這次試運能夠辦成 其實不是 是謝長廷時代爭取到的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聽說也很曲折 他要去收去對不對 因為我們換一張 這個待會兒要去面 我們先休息進去 待會兒再請你 這個還有我們去 真的苦酒嗎 出去那個高雄場外景 好